演習模擬一架載有三個人的直升機 因為引擎問題在西貢牛尾灣墮海 駐港解放軍派出一架直8型直升機 一架直9型直升機和一架海上艦艇協助搜救 飛行服務隊救護人員落海救出水中的傷者 飛行服務隊也派出超級美洲炮直升機 負責將傷勢嚴重的人運送到附近的醫院 整個演習進行大約半小時 比原定時間一個小時快 民航處說良好的天氣情況是關鍵 這次演習最難是天氣 因為大家都留意到過往兩個星期 天氣是很不穩定的 又下雨又下雨 在這些演習 天氣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 好像今天天氣這麼晴朗 我們整個演習是很順利的 康冠宗說 本港有不少小型飛機飛行 演習有助救援人員吸收經驗 應付突發情況 今次演習有超過80人參與 民航書期望透過演習 可以加強各個部門的合作和協調能力 當日後發生類似意外的時候 都能夠有效進行搜救工作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導